那么我现在有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好消息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Nissan 在刚刚确认他们这个 Nissan Kicks 的 E-POWER 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那么这个车只是第一款 E-POWER 来到马来西亚市场而已 再之后像是 Serena 的 E-POWER 还有 Nissan S3 的 E-POWER 同样的都会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那么今天的 Video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Nissan Kicks E-POWER 的定位 还有它的 E-POWER 系统的一些技术特点 如果对这辆车有兴趣的话 那么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下 然后看下去重要的内容 我看到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应该会讲呢 这个第二代的 Nissan Kicks 其实已经在美国发布了 但是实际上根据我们了解 那个美国版本的 Nissan Kicks 是不会来到亚洲市场的 就是讲以后我们也不会有那款车 那么这款车的定位怎么样 其实 Nissan Kicks 它是一款采用 Nissan Almera 或者是 Nissan Micra 平台打造的 PCM Crossover SUV 它的周近是 2610 到 2620 左右 那么定位肯定在 B Segment 啦 那么它的关系就有点类似像 Honda 的 City City Hatchback 和 Honda HR-V 一样 它们都是采用这个平台打造出来的车管 那么这一款车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呢 它除了有这个 1.6 公升的自然气息椅子之外呢 它还有这个 1.2 公升的 E-POWER 而这个 E-POWER 也是目前市场上最先进的混合动力系统之一 你从 Nissan Malaysia 的这个官方的宣传标语就可以知道哦 它有几个特点 Incent Talk 及时扭力 No Plug-in Charging 不需要充电 还有 100% Electric Motor Driven 意思就是讲这台车其实是一辆电动车 那么该为什么我会讲到它有引擎 其实这个 1.2 公升的引擎呢 它并不是驱动车辆行驶的 它是为了帮这个车子进行充电 还有帮它的电动机发电 那么这台车子的驱动方式其实很特别 它 100% 是基于这个电动摩托驱动 它的电动机呢 最大马力表现是 136 PS 风阶流率 280 Nm 然后根据泰国媒体实际测试呢 它的 0-100 加速只需要 9.33 秒 以一辆 V-Segment 的 SUV 来讲呢 这个加速表现是很快的 它之所以可以那么快就是因为它有 Instant Talk 它主要是靠电机来驱动 然后除此之外呢 它的这个行驶感受也很像这个电动车 确实昨天我有去看一些国外的媒体 对于这个 Nissan Kicks E-Power 的 review 啦 那么他们给予这款车的评价呢 就是这款车在市区驾驶呢 平顺 安静 然后加速快 所以 这一个就是电动车的特点 所以在柴车上面你也找得到 可是 它是不需要 Plug-in Charging 的 这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它用这个电机来发电的原因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它是这个 混合动力系统的关系呢 所以它的油耗是很低的 平均大概是4.5L到5.5L 100km 左右 而且这个是市区驾驶的油耗 那么这个1.2L 引擎呢 它是一个三缸的引擎 它抖不抖 其实根据这一个国外的媒体 review 之后呢 他们表示这个引擎根本就不抖 因为这个引擎平常它的转速都不会太高 一般上它的引擎转速大概是在 1500-3000转左右 然后它这个转速它会维持在一个平稳的 这个转速区域里面去运作 所以你不会感受到它有很多的震动 然后这个引擎呢 一方面它是处理给电机 让电机去驱动这个车子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 它是为这个车子的电池进行充电 不过这个车子的电池并不大 大概只有2KW 左右而已 只要是在电池电量足够的情况下呢 这辆车是可以实现100%纯电动驾驶 也就是汽油机不kick in 但是当这个电池电力不够的时候呢 Engine就会kick in 帮着一个车子的电机还有电池进行一个驱动啦 还有一点就是根据国外媒体测试过后呢 他们表示这辆车的底盘表现呢 跟OC车非常的接近 整体的扎实度很够 这个主要是因为它多了一个电机 跟这个电池组的关系 让车辆的配重更好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开起来的感受应该是不差的 我自己也很期待开到这款车 然后Nissan Malaysia 表示呢 也就是Danjo Motor啦 他们讲这款车会在今年内正式在马来西亚发布 而且重点是哦 这辆车的价格会有一个很好的竞争力 因为之前我听说这辆车会卖14万马币到16万马币左右 然后该有咖们确认一下他们讲 这个价钱肯定会低过这个团文中的价格 所以呢 如果是讲它卖一个12万13万左右 我觉得这辆车还是会有竞争力的啦 而且这个E-Power 是目前全世界范围内 最先进的混合动力系统之一 而且不仅仅是车辆很舒适 而且整台车就跟电动车一样安静 而且它的整个加速感受确实很像电动车 有那种一踩就冲的感觉 那么这辆车实际上还是有一些缺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啦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安全配备的部分 并没有那么出色 因为在全世界范围呢 这款车都是缺少这个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目前在马来西亚市场这个12万到14万左右的BCM SUV Level 2的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都是标准配备的 所以Nissan Kicks没有的话这个会是它的缺点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空间表现对比同级的对手呢 是稍微略视一点点的 所以如果你是在意空间表现的消费者的话 可能这款车的空间表现就不能够满足你啦 OK 那么现在在荧幕前的朋友呢 这个Nissan Kicks E-Power Honda HR-V RS E-HEV 还有Toyota Corolla Cross Hybrid 三款车给你选你会选哪一款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这个Nissan Kicks E-Power 信不信得到你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给我们讨论啦 好啦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